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用花生米做一个小零食 很好吃又简单做 但是我要把工序和食材用量在这里仔细交代清楚 否则很容易出差错 比方说面粉的状态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干 太干太稀都不容易挂上而且浪费 还有呢,如果你要做出来漂亮的话 就不要用红皮花生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用半磅左右的花生米冲洗后沥干水 或者用厨房纸吸干水分 那如果是自己剥的话就不消息了 用一颗室温鸡蛋 加30克左右的糖 那如果你没有秤的话呢 你就用这个汤勺 两个tablespoon 就差不多30克 破匀鲜 破匀鲜 顺便呢,打发它一下 打发它一两分钟 起泡就好 那这样光放糖的呢 就算甜味花生了吧 那我们再加三五克的盐 就变焦盐花生了 这是第二种口味 那如果再加些五香粉 白胡椒 辣椒粉 或者十三香什么的 那就是另一种口味了 那这些调味料呢 由你选择 最后放五十克左右的面粉 用最小的凉杯 四分之一凉杯 那只是面粉好 不建议放淀粉 放了淀粉拿下去呢 就不会那么松酥 再和匀它 和成软软的固体状态 那如果蛋太大颗呢 就稍微多加一点粉 然后就可以起油锅了 用20寸 22寸的平底锅 放一寸厚左右的油 油这样感觉温温的 就可以下花生了 这样三三两两的下 油挤在一起的 就马上给它分开 如果等到后来它煎过了 你再分的话就比较难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手握锅柄 不要让油翻了 安全第一 如果你用的锅小 油少油少 那你就可以分两次炸 前三五分钟 可以用中火 偏小一点的中火 等它没有黏黏的感觉了 就转小火 后期一直保持小火 要有耐心 否则会外焦内生 大约十分钟以后 外面裹着的这层鸡蛋面粉 就会金金黄了 我们就要准备起锅 冷却后一定又香又脆 关火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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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